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人员头顾杨天迪 您现在收看的是股票会说话 那目前的录音 录影时间是大概接近五点钟 将来有人再反映说这个时间太晚 因为太晚录了 当然就晚PO上去 不过呢 我有跟这个制作单位这边有讲 如果有好的一个时间点 我会往前移过去 所以请大家放心 这个盘面的架构来看的话 基本上台股今天是下跌的 我们开低之后一度往平盘攻 但收盘还是杀下来 非常正常 非常正常 为什么非常正常 因为昨天的尾盘 它突然拉了157点 那个157点的突然的跳上去 是MSCI的一个被动式基金的买盘 当这个买盘买完之后没了 所以昨天的3800亿一点都不正常 所以今天回到2500亿左右 这就是非常正常 回到2500亿左右 指数跌了132点 就把昨天拉上去157点 有点消化掉 有点消化掉 当然主要是全职股在今天比较弱了 虽然全职股弱 中小型股可不弱 你看一下OTC指数 OTC指数在今天是普遍维持在平盘上 都没有在盘下 所以很明显今天跌什么 跌昨天拉台的全职股 昨天外资的买盘在全职 今天就把它压回来 还好 还好这样就可以了 好 我们的一个想法是这样 只要美国股市 美国投资人不要在斜师低利 就是你基本上情绪稳定一点 通常大内高手就愿意进来 通常大内高手就愿意进来 这是非常重要 所以昨天晚上的一个美国股市是这样 它有两个利空 一个利空来自于欧元区的五月 通膨率创新高 这是一个利空 第二个利空 FED的官员又出来 放老鹰出来 又讲一些鹰派的言论 所以昨天晚上美国股市是开盘是大跌的 还好 还好 你看一下美股的走势角 这分时 这个道琼开盘大跌 然后呢 慢慢慢慢往上走 有没有发现到 已经慢慢慢慢开始往上走 也就是说你现在的恐吓言论 对于美国投资人而言 它已经没有像之前那么恐慌了 这是道琼 纳斯达克指数这样 开低之后往上打 带了下影线上去 你看K线就很清楚了 你看K线就很清楚 有没有 昨天打下来 下影线收回去 所以这是一个涨势的一个 中间段的一个小停顿而已 废半也一样 废半这个指数怎么那么难看 这个基本上就 我们看废半的一个状况 也是这样开低走高拉上来 K线看不出来 K线看不出来没关系 你就了解到一件事情 昨天晚上 美国股市开盘是先下跌 大跌 然后呢 收敛跌幅 中场是道琼跌了0.67 纳斯达克指数跌了0.4 而废半跌了0.5 合理的正常范围 当美股市正常范围的时候 大内高手那支 当然就开始进来了嘛 所以这为什么是 今天中小新股的表现非常强 中石户就愿意进来 所以我刚才谈到说 今天看起来台股的表现并不好 那是因为昨天拉全值 今天把全值稍微摔一点回去 可是中小新股的表现是非常强的 譬如说 譬如说我们的华府 6.235的华府 再创新高 再创新高 盘中再创新高 今天稍微弱一点 为什么弱一点 涨太多了 涨太多了嘛 你看一下它一个结构上面 你就知道 这一段我在上礼拜五买 买在40块以下 然后呢 涨了嘛 已经涨到今天最高 冲到46块多了 所以相对来讲 短线涨幅高了 稍微震荡整理有没有关系 没关系啊 没关系嘛 而且拉回来量是缩的 今天如果拉回来量是增加的 哦那个是主力出货 如果股价涨多了 回档 修正稍微休息一下 量缩 哦那叫充满安定 问题的重心点 我为什么会去买华府 我有跟各位谈过 以车店为主 有没有 车店为主轴的概念 是我在今天之前 带会员操作的方向 那今天之后呢 我增加了两个 一个叫苹果派 另外一个叫伺服器 为什么会搭这两个进来 我待会跟各位谈 我待会跟你讲 好 华府的一个股价者是 华府买它 是因为它的车用机构件 占的比重高达八成 华府是什么 是机壳厂 机构件厂 机壳厂 那其中车用的比重占八成 是不是非常标准的 车用概念 对吗 没有错 然后呢 华府打入特斯拉的供应链 好 那车子如果你要开 我不管你是电动车 还是传统燃油车 基本上 我的这个车用机构界 我打进特斯拉的话 我相对其他的这个车厂 国际一线的车厂 我们的接单能度就会非常高 我们订单的能力度会非常高 这就是华府在今天创下 再创新高 我做两趟华府都是正确的 第一趟是买来这边买来30块左右 然后后来呢 冲上来之后 这个两三天没有过 我再40块半 我这边把它调掉 虽然后面又冲上去 我没有理会他 打下来 拉上去 打下来 拉上去 整理了两个月之后 我再上礼拜五再进来 你一定是要等到筹码安定之后才进来 买的点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买的过早 比如说你买来这个位置 好 这一天是赏你买了 如果你买来这个位置 你会产生一个问题 他中错了这一天 你要不要卖 好 假设不卖 拉上来解套要不要卖 一定卖掉 好 卖掉 很多人说卖掉 打下来之后呢 这个转强的时候再进来接 我告诉各位 大多数人卖掉之后 会去换股操作 对吧 我就在说你 很多人说 金基姆他曾经做过 但是获利下车或解套 杀掉之后 他换新的股票去了 人的特性都一样 所以怎么做 买的时间点要对 当你买的时间点对 我买在上个礼拜五 40块以下 买了39块半到39块8之间 我自然就可以抱住了 我就可以抱一个波段 买的时间点是对 是非常重要的 好 待会来跟你谈这个东西 同样的同样 华福在今天 创波段新高 我的另一档车用概念股 2233的羽龙 当初我取了一个名字 叫与神同行 我的羽龙在今天 也默默的爬上来了 也默默的爬上来了 这两个国买在107 我买来这个位置 一根长红棒之后的拉回 我们买进去 好 羽龙在金 我一张都没有买 好 基本上我就给你抱着 那为什么会去买它 简单啊 我问各位 羽龙今年大概可以赚10块半 今年我们预估它的EPS是10块半 那我买在107块 我买在本比多少 10倍左右吗 我喜欢有数字的成长力强的公司 好 这个很多人喜欢的是这个 我管你有没有赚钱 那股价会飙就可以 也行 有些人的特性是这样 每个人的特性不同 我喜欢买在低档 我不喜欢去追股票 我喜欢低档就进去买 我喜欢买有数字的公司 有数字就是你有EPS 你要我买一档 现在正在亏损的公司 第一个我不会去买 就算我真的照技术面去买了 我一定什么 不对 我一定跑 我一定跑 我抱不住 我抱不住这一类的股票 那它为什么可以让我抱住 今年预估赚10块半 我买在107块 买在本比10倍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也就是说 你跟着我操作 你大概就知道了 就是杨老师喜欢买什么 买真的有 有那个获利在成长的公司 然后呢 我喜欢买在相对的低档 我不喜欢买在高档 如果你之前买在高档 我问你 你要不要跑 假设你买在120块 然后杀下来拉上去 你都没有卖 到今天来到120块 你要不要卖 你很可能 哎呀 我撤退了 对吧 很多人的情况 并不是你没有选对股票 而是你选的股票 你买的时机是不对的 买的时机是不对的 好 除了这个华福跟雨龙之外 另外呢 我有两次股票在今天串起来 也是这个 最近这个五月份来布局的 一档叫做好心情 我之前取了一个名字叫好心情 就是2428的心情 好 今天的心情冲了上来 我买心情的原因是因为 心情的车用家公控占了两成 它是这个保护元件大厂 它是台湾唯一拥有三大保护功能的保护元件厂 那这一部分呢 来 比较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 我买华福是因为特斯拉 我买心情是 它左勇比亚迪 右抱特斯拉 也就是说 特斯拉跟比亚迪 是辛勤的车用两大客户 比亚迪是中国电动车的龙头 特斯拉是全球电动车的龙头 那我问各位 我左勇比亚迪右抱特斯拉 那一旦车试起来 我的这个成长性够不够 够啊 当然够 这一档股票买在哪里 很简单 我买来这一天 我买这一天 起涨的这一天 我喜欢买在起涨点 买了一三五 我喜欢买在起涨点 当它起涨的过程当中 发现它今年可以赚到十一块 今年的心情可以赚到十一块 然后呢 股价刚好在什么 在它第一个起涨点 我就进去了 135块 虽然赚的不多啦 看起来就是今天最高149 这个赚10%而已 但我是扎扎实实带会员在赚钱 所以这才是一个关键点 还有一个东西呢 这个保护元件 它目前的定单能见度 看到8月 也就是说 基本上 它的接单动能是非常强的 好 这就是 我喜欢选择这些股票的一个方向 同样的 3.2.2.1的这个 台加速 慢慢慢慢串起来 这只股票 我是最 这个在前天吧 昨天还前天买 前天买就这一根红棒 这一根红棒起来 我进去买 当时我也公开给各位看 我为什么买台加速 它是10英元件厂 10英元件里面 我去看了一下 你在车用的比重里面 像是经济 这个龙头是3042的经济 经济的车用比重 大概有13%到15% 可是台加速的车用比重 在今年第一季 已经来到28% 对 其实我买台加速的买什么 我买的是 它的车用的比重上来 这个比重比较大 所以台加速 其实是在10英元件里面 车用比重最高的一档个股 然后台加速今年 我们大概预估 可以赚到3.6左右 所以如果我买在37块到38块左右 我买本一笔大概在10倍到11倍 我觉得很安全 我觉得很安全 如果它没有获利 我是不敢进场的 有获利底部进场 整理了一大段底部 我敢不敢进去 我当然敢进去 这就是一个关键点 也就是说 其实在现阶段 有很多类似这样的股票 市场都还没发现 没有发现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的焦点永远放在什么 已经涨上去的股票 很多人做股票是这样 很多人做股票是喜欢买那个已经涨上去的股票 你不会从低档或从整理的形态当中去选股票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你为什么会容易输钱 原因就在这边 你喜欢去追那个已经涨一段了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现在的行情 它从低档这个5月12号拉上来 我们已经涨上来 已经接近了1000多点了吧 接近1200点 已经涨了这一段之后 你要选股逻辑 如果还在往这个已经涨高的股票选 你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 政治股票主力要出货 另外一种可能 政治股票主力还在 但它可能要洗盘了 就进入整理 所以我们要选的方向是什么 从底部开始 买在低档才能利于不败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逻辑 就好像今天我们从大盘的结构来看 我刚才谈到 现在我原先是以车店为主 从今天开始加了苹果派 苹果供应链 苹果供应链 跟所谓的这个伺服器 为什么 因为中国 你们知不知道中国在 6月份开始 好像要发那个消费券 中国要发消费券 上海的这个封城的情况 就完全解封了 上海已经解封了 所以现在的中国要干嘛 要拼经济 他要开始拼经济 他拼经济呢 刺激消费 所以汽车下乡 那个政策出来了 这是为什么车用概念股 在最近的表现都很强 车用零子券 然后第二波呢 他开始要发消费券 所以可能对于消费端的一些电子股 会有一些好的帮助 譬如说你今天看到了什么 4961的天狱在今天拉涨 天狱的股价走势 基本上也是低档起来 低档起来 它是做什么的 虚东IC 虚东IC跟消费性电子 它就是属于的消费性电子 它就是消费性电子 所以你发现到 它为什么会起来的原因在哪里 中国要发消费券 好消费性电子在最近 本来之前我们都不碰 现在的想法是 可以开始找机会了 好可以开始找机会 这是4961的天狱 还有一次 6457的红康 好你去看一下红康 红康今天也拉涨了一半 也是什么低档起来 红康做的是什么 它是MCU 它跟我新唐一样是MCU 但是红康的MCU用在哪里 手机 NB 跟行动电源 所以你们有发现到 今天大部分低档起动的 就是跟什么 消费性电子有关 也就是说 如果现阶段 中国要发消费券的话 消费性的电子是会上来的 是会上来 这是一个思考的一个方向 那如果会上来 我们现在往哪里走 所以我认为除了车电之外 另外你可以开始 这个布局手机供应链 但是手机供应链里面 我希望更有保障 所以我说要放在苹果供应链 我布局了两档的瓶盖骨 我布局了两档瓶盖骨 我先告诉各位 我今天的一个动作是 布局了两档瓶盖骨 一档伺服器的股票 我认为如果说你消费性的电子 要起来的话 那伺服器相关的 伺服器跟NB也相关 那我比较喜欢要伺服器的这个概念 那手机概念股里面 我喜欢要瓶盖 这个概念而已 它基本上是跟消费性有关 也就是说我要赶这一波的风潮的话 我必须要去买进这一类 正在低档 还没正式起来的股票 这两档的瓶盖股 一档它今年可以赚到5块7 但是股价只有48块 另外一档今年EPS可以赚到16块 股价只有110块 你有没有发现到那个本益比都很低 而且位阶是低低的 伺服器这一档今年也是要赚16块 然后股价110块左右 所以他们的本益比除了有一档 赚5块7那一档 它的本益比是8倍之外 其他两档都是7倍 连10倍都不到 我先跟你讨论是7倍 也就是说价值低估的股票 很多都会开始起来 好那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要怎么做 现在有好的方向给各位 就是说你把它挑出来就行 那挑的方向就是我刚才谈到的 就是你记得一件事情 买在低档才能利于不败 就是不要去选这个已经找上去了 怎么样从低档去找机会 车店一定要 我管你汽车有没有下降 你车店一定要 第二个部分 消费性的电子的部分也会开始上来 好所以各国要拼经济的话 可能很多的政策力多会出台 而这个出台 美国就算现阶段为了要抗通膨 但他如果要刺激经济的话 他会走电动车 拜登的政策就是电动车 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 就是电动车的概念 而中国的部分会在汽车 跟消费性产品 去刺激他的一个成长 这就是我跟各位谈到的 我把大标题下下来 车店 手机 跟伺服器 手机里面我放不在瓶盖 这个概念上是这样 我把整个大环境 跟各位分享一下 目前全球 第一个全球通膨会降温 各国会面临如何拼经济的问题 我们先把大盘来看 它其实就是一个季线之下的整理 记得它其实就是一个季线之下的整理 这条线叫季线 然后你就看它的融资鱼额 融资水位在低档 底下这个是融资鱼额 大盘很多人在问 到底是回档还是反弹结束 很简单 我问大家一件事情 你进来买没有 怎么看散户进来没有 就是看融资鱼额 这是融资鱼额 当融资鱼额再往下掉 冲波段新低的时候 我问你是散户进来了 还是散户出去 所以目前的台股它只是回档 它不是反转 它也不是反弹结束 因为你还没进场 等你非常乐观的时候 那就是高点 散户非常乐观的时候才是高点 现在并不是 所以融资鱼额的一个下降 代表一件事情 代表目前的散户还没有完全进场 第三个 下半年当然还有变数 虽然我说下半年是一个新的开始 还有变数 因为美国要缩表跟升息 所以你这时候的市场要放在哪里 要放在中国 这样子我把大方向定下来了 你们应该很会挑了吧 怎么选择呢 选择市场在中国的车店 瓶盖跟伺服器盖的一个 对吧 就把它挑出来 那这个方向 如果你真的不会挑 没有关系 我帮你翻转幸福 我选出了几档股票 它具有的特色呢 底部 低档 我很喜欢从底部去选股 然后呢 估值偏低 它的方向掌握在哪里 掌握在第二波的起涨 也就是说 现阶段你要选择的方向 不是已经选那个第一波 已经涨上去了 第二波起涨的 这个好股票全攻略 我会送给各位 我会送给各位 那怎么样来索取这份资料呢 加入Lite Aid跟Telegram之后 你就可以来免费索取 Lite Aid的小老鼠FU8899 有没有 这个地方 那Telegram是FU8899 也欢迎各位来拿到这份资料 让你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更为顺利 我们去找一些还没有正式启动的股票 我们先把它调出来 先把它调出来 等到正式启动的时候 你就可以出手 正确的操作方向 应该是把股票选出来 选出股票 等待时机 正式出手 股票选出来 我帮各位翻转幸福 第二波起涨的好股票 欢迎各位来索取 谢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价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时评估 平次付投资风险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的原因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